警方國安處人員 中入中文大學首證 下午四點多 一批警員進入中大 他們手持文件 在聯合書院的湖中圖書館外面調查 警員拍照記錄 逗留大約十分鐘後 轉到其他教學大樓 沿途也有警員拍照 用圖片作比對 期間有校園保安維持秩序 之後再轉到新亞書院調查 在牆壁拍照 警方說昨天有人在中大校園聚集 展示港獨橫額和旗幟 喊港獨口號 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 部分人沿途噴漆 刑事毀壞 國家安全處已經接手處理和調查